今天這一集我會講講NLP的來源 NLP的歷史大約是40年左右 在一個學術的角度來看 其實NLP非常青春 但是有很多學術研究和臨床實驗 證實了NLP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讓我解釋給大家知道 NLP由兩位博士去發明 就是Dr.Richard Benler和Dr.John Grinder 他們發明NLP模式是用一種模仿的技術 透過模仿不同很有歷史和很有價值的傳統學說 再加以改良和優化 NLP就誕生了 而被模仿的學說主要有四個 分別是溝通學、催眠治療、 家庭治療和原型治療 催眠治療在NLP裡面佔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接下來一連錄集 我就會講一下催眠治療的知識給大家知道 一定要留意